看看新闻吧 也逐一被揭开 今年世界杯期间 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在境外开户 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下注 组织赌球的犯罪团伙 并且是抓获了八名犯罪嫌疑人 其中就包括了郭美美 这段时间赌了足球世界杯买的 在网上下注的 虽然落网的是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涉赌 但郭美美好赌的历史 却要追溯到2010年 起初她只是自己去澳门香港赌博 但在去年认识外国男友康某某之后 郭美美便不再满足于参与赌博 而是升级成了自己组织赌局 是在2013年2月份的时候 房子租好了 半斤房子租好以后 大概四五天左右 就开设了第一次赌局 如果我叫三个人就分我30% 就一个人爱差不多10%的样子来算 然后当时我就叫了三个人过来玩 我的朋友三个朋友 郭美美最早进入人们的视线 是因为两个字炫富 她经常在微博上晒出一些自己奢靡的生活照片 住的别墅开的豪华跑车 背的数十万的名牌包 而这些也很快让郭美美成为了备受争议的网络红人 但郭美美并不满足于此 一个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认证 让她一下子成为了全中国网民口诛笔伐的焦点人物 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炫耀 然后有爱慕虚的爱慕虚荣的一个小女孩的心态 直到后来我把这个认证改成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也是出于虚荣心想说给自己一个总经理这样一个头衔 除了无知和虚荣心之外 让郭美美和红十字会挂上钩的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那就是郭美美口中的干爹 实际上就是花钱包养她的人黄毛 我妈当时录完节目还说 你怎么蹦出一个干爹 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才19岁 所以我就可能比有点害羞 有点就是不想承认自己男朋友比自己大那么多 当时是让我跟我妈妈跟她一起买股票 所以打过一次100万到我卡里 然后过年的时候也会就是给红包 给个一二十万红包给我 然后平时的消费都是她直接把她的卡给我 让我去买东西这样子 在郭美美落网之后 王某也因为涉嫌刑事犯罪 于7月24号被刑事拘留 经调查2010年王某投资500万 参股百分之十成为了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当时该公司正和隶属中国商业联合会的 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洽谈开发中国博爱小战项目 在此期间中红博爱的法人代表温某 让王某来参与到公司的招聘和装修等事宜 也正是这个机会 郭美美也蒙发了修改微博认证的想法 他也在移应聘 我就说你移应聘 你叫做赵宇宏的移应聘 你就移应聘了 就是这样说 后来他就说呢 他说我要做CEO 我当时我就不知道CEO是什么 说了是吧 CEO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笑笑了 我说你做什么都行啦 说完这些事情之后 可能也就几天 我那天在家闲 就没事干 玩电脑玩微博的时候 突然想起他说了这句话 我就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吧 所以我当时就在电脑上 把我的演员歌手的认证 改成了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由于宣称自己具有 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 郭美美利用网络传播 迅速是积攒了很高的关注度 利用自己在虚拟世界的名声 郭美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还宣布进军娱乐圈 不仅是曾经发行过单曲 甚至还拍摄并主演了 《海天试验》和《我是郭美美》等电影 为了保持并进一步的提升知名度 郭美美在网络上 想方设法的制造舆论热点 此前网上是一度流传 郭美美在澳门赌场豪赌 欠下了2.6亿元的赌债 实际上 郭美美在澳门赌博时时认识了 某赌博网站的负责人 澳门人杰某 为了提高该赌博网站的知名度 杰某提出为郭美美支付高额赌资 并借其知名进行虚假炒作 因为郭美美配合杰某炒作了 郭美美在澳门赌博书2.6亿的新闻 郭美美从杰某那里是获得了 40万元的辛苦费 而当网站再次爆出郭美美的靠山 为其还清了一半赌债的新闻时 郭美美又另外得到了10万元的辛苦费 他在跟我们这个供述的时候也说过 就是说这个好事不出名 坏事传千里 甭管是好名还是恶名 但是他的名声呢 给他本人呢 从物质上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很大的实惠 所以说呢 那个也就 以后的这个时段呢 也故意拿这个名字进行炒作 除了赌博和炒作之外 据警方调查 郭美美还涉嫌通过网上联络 熟人介绍和主动搭讪等方法 多次与他人进行性交易 每次交易的价格 从十万到数十万元不等 据其助理吕某某透露 郭美美常以外出演出的名义 与男人会面 有些男人还是陌生人 但到当地的第一天 郭美美就会与该男子开房 次日离开时 吕某某为郭美美收拾行李 就会发现床头多出二三十万元的现金 其实说就是俗一点的 红十字会事件之后 就说的俗白一点 知道郭美美这个名字的人 也是很多的 然后其实不乏那些 真的不 我真的不缺那些 要包养我也好 或者说想花多少钱 跟我睡一觉的人 这个说直话不少 无论是炫富涉堵 还是各种负面炒作 郭美美的行为都在过去几年中 把逃不相干的红十字会 是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如今东窗事发 郭美美也终于有机会 对着镜头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道歉回过 其实我本人和我身边的亲缘朋友 包括我前男友王军 都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本人也是不认识任何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所以发生因为自己的虚荣心 犯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然后今天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 我就想以我自己所能做到的力量 去澄清 去把这个真相说出来 换红会一个清白 就是跟红会声声说一声 就是真的很对不起 非常对不起 然后对老百姓也是 更是对不起 新的在线综合报道 我印象傑 我你不太重